但来看独家消息是新北市中和区 日前爆发行车纠纷 有名机车骑士明明是要执行 却在右转车道突然急煞停等红灯 害得后方的右转车差一点点就撞上去 前方骑士明明是违规的 他反而心生不满 呛了后方的车辆 最后两个人是大打出手 晚上九点多大马路上车潮不少 民众依序停等红灯 但画面放大仔细看前方斑马线上 竟然有两名男子疑似正在吵架 其中一人一气之下就往对方身上攻击 只是被打的灰衣男也不是好惹的 随即抓住对方 两人当街大打出手 甚至打到地上滚了好几圈都不肯罢休 场面非常混乱 警方获报有人打架 立刻赶到现场支援 只是双方好好骑车上路 怎么会爆发争执 实际成为现场可以看到 这个路口设有右转号制 当时一名男子误闯右转到海 紧急刹车造成后方歧视 差点追撞 街头斗殴发生在新北市中和 警星街和安乐路口 一名四十九岁的成姓男子 骑车在太太出门 疑似不熟路况 明明是要执行 却在右转车道急煞停等红灯 害后方准备右转的骑士 差点追撞 只是成姓男子有错在先 反而心声不满 怒呛三字京北 对方回呛 执行车不行停在这里 但就是这句话引起他的不满 竟然动手攻击 这个路口蛮常出车祸的 然后有些人会 就突然杀出还是什么的 摊开现行法规 依照道交条例 设有转弯号制 交叉路口 执行车如果占用车道 将会依法开罚 六百到一千八百元 若因占用转弯车用车道 而发生交通事故 将可能负担相关肇事责任 成姓男子 未依规定停等红灯 差点害人追撞 竟然变本加厉 动手打人 不仅慈善交通罚单 解放更依色违法送办 要他为自己的行为好好反省 记者王中军无上线 新闻报道